Q彈麵條剛起鍋散發甜甜清香 再鋪上利用中藥滷到入味的牛肉 最後淋上湯頭 紅燒牛肉麵就能端上桌 它多了那個酒香 是覺得比較舒服 然後湯頭會更順口 它是不會有那種酒精的感覺 但是會多了一個香氣 紅燒牛肉麵竟然還有酒香 原來老闆加了這一杯秘密武器 這酒精濃度40% 沒錯就是來自蘇格蘭的威士忌 淋上湯頭前先加入一小杯15cc 讓牛肉麵香味大噴發 但特殊秘方引來網友留言 這是晚會醉的牛肉麵 吃了不能開車 警察三分鐘後將抵達現場 吃完麵條再吃罰單 測試過了酒測一次零反應 老闆說威士忌15cc安辣沒問題 但還是要提醒每個人體質酒量不同 要自行衡量 威士忌可以提升香氣 還有業者要提鮮味 牛肉麵搭配滿滿海鮮 15塊牛肉牛腩牛肚通通有 再加上6種海鮮 花枝干貝白蝦以及香煎濕目魚肚 海裡有的路上走的一次吃下肚 超浮誇牛肉麵 但吃起來更鮮甜 超量超滿足 讓韜客們吃到痛風壓起來 也願意 記者賴關章王書宏台南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